下面是展览馆外墙项目的招标 有请杨琪公司的许东阳总经理 诸位 我叫许东阳 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招标会 我是杨琪公司的代表 我们公司设计的样本墙 面材采用的是中空玻璃 单层玻璃 以及内衬保湿装饰板 防水和密封胶条采用的是硅胶 与铝合金 接触部位的附件采用的是不锈钢材质 制作完成以后 运至现场可直接悬挂于 建筑主体的结构之上 谢谢 许先生 你这是双层通风玻璃木墙 是的 内外层木墙面板的间距是一百五十五毫米 那你能说说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吗 我们的面材用的是中空玻璃 具有隔音 隔热 防水 防风的优势 在夏天的时候呢 可以挡住百分之九十的阳光辐射 吸收红外线 太阳可以透过木墙 但人不会感到炎热 而且具有双层通风效果 更重要的是 我们会在玻璃 密封胶和这个铝合板上 喷刷新型的防火涂料 以避免意外发生 我今天把这个大家伙带到这儿来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做到所见即所得 绝不脱工减料 现在产品是什么样 到时候现场出现的东西 就会是什么样 谢谢 可以了 许先生 我听明白 双层通风玻璃木墙 你说的这些呢 其实都是建筑的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现在去到纽约 巴黎 东京 这些城市的地标建筑 全都采用了双层通风玻璃木墙 而且人家做得不比你的差 我这个是个世博会的项目 要的是最好的设计 以及你的巧思 你倒是有一点不错 这些材料都属于新兴的科技材料 但是展览馆 它不是高新新兴材料的堆砌 而要有自己的主题思想 这届师博会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是城市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低碳环保节能 这就是我们的重点 我举几个例子 许先生 这样帮你打开一下你的思路 比方说 捷克馆 在外部有一个模拟天然降水的系统 可以降温 又可以能源利用 这就是环保 西班牙馆 他们的外墙 用的是藤边的工艺 民族工艺 天然降温 还有艺术可观赏性 所谓世博会 就是每一个场馆 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 如果我们的设计 泯然众人 那何必办世博会 上海还少高楼大厦吗 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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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 你考虑的这些点呢 大概都是如何节约成本 和建筑安全 这种最简单的功能性 这恐怕不是我们想要的方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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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